天氣訊息廣播時間交給魚汝 提醒您今天天氣真的蠻不穩定的 雖然現在很多外面其實看起來好像是已經出大太陽 但要隨時注意會下雨 來看看雷達回波圖 其實在東部的海面有很多雷雨包 是慢慢的飄進陸地 就會導致帶來一些降雨 主要就是因為葡萄桑颱風 往琉球群島附近的海面來前進 而我們台灣又處於一個大低壓帶 現在是處於催一個東北風的狀態 所以在迎風面東北部 以及像是北台灣就容易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陣雨 一大早凌晨的時候雨是蠻大 但現在雨真的是一陣一陣 但提醒大家天氣整個還是很不穩定 整個桃園以北東北部馬祖地區不時會有降雨 花東地區恆春半島澎湖也會有局部降雨 而目前累積雨量其實跟早上是差不多的 累積雨量最多在新北市瑞芳大概是28毫米左右 而台東的藍雨是26.5 而在基隆的人愛區則是25毫米 但要特別提醒的是下半天 中南部也要留意會降雨 主要就是整個中南部午後降雨的幾率 範圍會蠻廣的 尤其是南投雲林 以及嘉義以南部排除會有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提醒您這幾天 水氣一天比一天多 今天只是剛開始 出門最好都帶拔傘了 而為什麼說這個水氣一天比一天多 來看未來降雨的變化 首先來看看今天到明天白天 北部東半部會局部短暫陣雨 而新竹以南午後會有降雨 但明天晚上可以看到很明顯水氣是慢慢變多了 南部東南部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陣雨 但中部以北東半部變成是午後降雨 至於禮拜六準備放假 可以看到全台灣幾乎都在下雨 各地會有降雨 而且不排除很多地方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提醒您要特別注意 只是沒有下雨之前還是要留意外頭 有些地方還蠻熱的 來看看紫外線 其實今天桃園以北東半部變 雨量比較多一些些 所以有些地方紫外線大概是高量級 但其他地區中部以南 其實很多地方還是紅通通一片 來到紫外線過量等級 所以現在很多地方溫度還是偏高 目前高雄市發布高溫資訊 高雄內門來到了三十六度 但最高溫目前在台南的祖鎮有三十六點三度 所以提醒您中南部下半天要防雨 最後關心的是各地的溫度 紫外北台灣基隆台北新北 降雨機率偏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 高溫三十三十一度 陶雲新竹二十六度到三十三度 而在中台灣的部分要注意 雲林南投降雨機率偏高 尤其是午後降雨高溫三十三三十四度 至於南台灣天氣也滿不穩定 尤其屏東降雨機率有百分之五十 高溫三十三三十四度 而東半部的宜蘭東北部 雲林封面降雨機率偏高百分之八十 高溫二十九三十度 而立島的澎湖金門連江降雨機率百分之二十 高溫三十二三十三度 以上這一節的奇想資訊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中文 中文